HELLO 大家好 我是總姐 今天我們收到的群台 今天我們能來到的這邊是位於沙路 這一間店名就叫做老闆很硬 是那時候我們去了第一間好像新的光田 那邊還在蓋 然後這邊是沙路就是它的分店 那這一間我們之前也有來過 今天又來到這場就來這場玩一下吧 這一台我是有發現上面有一台 在市面上我們目前尋過那麼多挖機店 從沒看過的稀有色麵包車 你看這邊 這邊竟然有出現了一台紅色的天津大發 因為以往好像我只有看過黃色吧 紅色這一台是我們發現的第一台 甲石 甲石喔 先試試看 先把它補好補滿 也許它補位可以出 來啊 我這邊後面的東西應該都要脫一下 因為前面那一個 去無霸凱多 硬要單純打它的話會比較難出一點 欸 被公仔擋住啊 對啊 哇 剛剛那個出啦 哇 剛剛那一下出了耶 哇塞 公仔障礙物 但是這一台好像打這幾下好像 它可以 略吸略吸耶 對啊 不然就是可能是因為衛生紙吧 我們先求個出貨感 先出個 廚房紙巾也好 拖一個 過了過了 要補起來 這邊我 左右看一下 來 左右 哇 這個左右 真是 它左右是完全 完全沒甩幅 然後它是45度跟前面還有 還有逆斜甩還可以 中了中了 補一下 來了 補個位這樣子 比較安全一點 吸 喂 就讓我撥一下 哇 它只有逆斜甩啊 逆斜甩甩幅比較大而已 吸 有了 剩下的我小試一下 因為 畢竟 左右如果沒甩幅的話 難度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它現在45度腳的那個公仔 它躺那個位置是很漂亮 雖然說這個天津大發麵包車我們 到達不了 但是出個幾樣 然後它上面有戳戳 有刮刮熱可以刮一下 也不錯 會不會刮到大腳 噢也是有可能 渺茫的機會 沒關係 卡住了卡住了 要怎麼辦 喇用喇的 這一轉應該喇得到 有耶 卡洞清台 這一堆有挖 擦到底 喉一下 這水不太難帶了啦 嗯 偏難帶一點 那就最後一下 看能不能把這個 一個全包 圍帶一下 哎 哇這角度就 沒得 嗯 甩過去吃兩個 有出就有出 沒有就算了 都沒有 對啊 然後這個左右更不用想 只能靠天車了吧 這樣子 天車左右還有甩 靠天車的速度 來喉一下 沒了 沒了 好吧 算了 因為甩幅戴不起來 是難一些些 但沒關係 我們也出了兩個 這樣可以刮 兩個 71 沒有 2號 那個1號耶 擦肩而過 但沒關係 我們就 出個兩個 先求個出貨感 再去玩一下其他的 這一台呢 左前方 又是一個 吸引人的東西 好像插得進去耶 好像 非常剛好的感覺 結果是他 沒關係 能出都好 它是不是可以 它是不是可以 吸啊 可惜 然後現在 可是我現在 補紋燈要下去嗎 補紋燈下去會比較好嗎 試試看 補紋燈下 如果補紋燈可以完全在下面的話 應該是會比較好 那我就直接來 中了 從這個角度 給你吸上來 哎呦 前進了一點 哇賽 還是要給它一個指 先包下去 那它彈嗎 對啊 亂彈一下好了 我剛才以為它卡到那個三角處那邊 啊要下去啦 尷尬了 因為這台下線長度應該不會到最深處 因為最深處 東西應該會撥不到 吸 啊 啊 就這樣出貨 直接吸出來啊 意外 沒東西了 對啊 其他都在最角落了 除了那個吸引人的那個 在那裡 其他好像就沒了 啊 大鞋鍋 大鞋鍋 劍好就收 把重點打出來就好 然後我們有出了兩樣 兩樣的話上面這邊有寫 夾一刮一 這一個已經刮的差不多了 就這麼重了 你看45 那還有一個給你 14 沒有 那我們今天的那個 刮運啊 好像不是那麼好 但沒關係 我們至少先把重點打出來 再去玩一下 下一台 這一台呢 上市有玩過一次 那時候的出貨感 蠻不錯的 印象它爪力很強 哎呦 讓我吸一下 來啊 小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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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雷寶原本還蠻高的 770 結果我們打了30塊 40塊沒了 然後 這一個 哎 哦這個後旁可以哦 因為你看 它的天地超高 後旁 一人 怎麼往後啊 對啊 哇 我還以為出了 哇 可惜了 有 過 嘿 後旁了咧 對啊 我真的以為出了耶 他怎麼抓到 對啊 後旁很漂亮 但是沒脫 然後現在都吃蠻多的 但是它就 好像也不太 極致寶不太能起來 這個街怪怪 哪些垃圾桶 很好 來 哎呦 太薄不行 對啊 太薄不行 多一點點浮起來 但不會脫 哇 最貼了耶 多一點 這個角度不太好 對啊 這角度不會脫 外丟 放一個 來 後旁 正旁 應該這個雷把就是這樣打來 有可能 哇 哇塞 包下去 彈出一顆球 我的300多 雷把不見了 他是叫我長痛不如短痛嗎 啊他就有時候 補 有時候要補 對啊 這樣就不會補 真的是 外丟一個 沒了啦 好算了 直接放棄 所以你看我們打了300多 又200多 我們等於 又補了600回去 空手啊 嗯 就等於我們 等於是打回剛剛之前的雷寶 30元 40元 出了一樣 就打回去之前的雷寶 我們任何的方式都試了 你看捏薄 後旁 那極致薄不會浮 浮起來又尷尬 全包又很難丟出來 就算了吧 我們補了600 再去玩其他的 好我們尋到了下一場 這一場呢 就是在 沙路的一條路叫平等路 然後C7的對面 這一台 大家應該不陌生 有拍過非常多次 因為每次打這一台呢 出口感都非常的不錯 因為他左邊 他那個左邊那一塊是無檔 雖然他有三個小尺做擋板 但是那邊是完全無檔 直接就從那裡 過去 欸 好玩多了 這個感覺非常不錯 剛剛那個一直不符 剛剛那個不符 連我的心情 也符不起來了 我現在心情有點鬱悶 但是 打台就是這樣子啦 一定會遇到你順的時候 不順的時候 你看我們剛剛那個 30元40元出了一個小椅子 然後後面 到了300多出了一顆球 小寶 然後後面又補了200多 兩個加起來大概600 所以我們那600是空手 就有時候打台就是這樣子 你再怎麼會打台的人都一樣 也是會有運到 運氣沒那麼好 或者是那一台就真的很尷尬 所以有時候 那個心情就會很兩極啊 但是這個 這個時候就是你要不斷的調適 自己的心態 跟工作一樣啊 工作你遇到 也是會遇到煩心的事啊 一樣啊 要調適自己的心態就好 本來就是遇到的事情就是 轉個念啦 去吃個好吃的 去玩一個好玩的 去享受一下 也許 那個 不好的感覺就會消失了 哇 這個巧克力派 然後這邊再一個膩 無論怎麼樣 我們至少要 後面打一個金正手 有了 脫了吧 泡麵飛了 彈一下 來呀 這一堆 這個應該點一下就出了 三個 再拉 哇 這台沒有想過要打二樓啊 對啊 以二樓來講 他的那個下爪會比較偏快 來呀 這一個 讓我帶一下 中 又是這個泡麵 這個泡麵要嘛出要嘛走開啊 有了 泡麵也算一個也不錯啦 哇塞 哇塞 這個超輕啊 極致保脫鉤 然後這個再過來一點 差不多了 有了 因為我們這要打工仔 先打 再把裡面挖出來 你說那個公仔嗎 對啊 我拉拉看 哎 這樣好 極致保 這個應該會直接脫掉 沒有很棒 但是我現在有一個疑問 我們剛剛夾了一個那個小光頭 他的頭是藍色的 這個頭是灰色的 是嗎 對啊 同一隻啊 太藍色了 哎呀剛剛那個 我來我給你看一下 藍色的頭 灰色的頭 我總不會射門吧 哦 他版本不一樣吧 他背景也不一樣啊 哎 那那個我打出來 中 哎呦 這個中了應該會出來哦 哦 直接飛啊 再讓我再捏一下 哇賽 他這反而後旁很穩 嗯 後旁很穩 對 就是那個點 下去幫我補一下那個位置 而且這一盒下面 有一個 腳歪掉了 所以 他沒有剛剛那一盒那麼好脫 啊我知道了 我試試看 撞他那個腳 我想要把那個腳 再撞過來一點 他就過了 沒有吧 有 過 真的是過啦 過啦 可是他會卡住啊 不會 這 給我錢耶 沒有感覺在抖嗎 真的是哦 哇賽 啊這個 不要亂啦 我要用方盒滑一下 二收 哎 先走也好 來 來哦 從這個角度 漂亮一點就過去了 有啦有過啦 在那邊 哎有過嗎 哎沒有啦 那個會卡住啦 哎呦 真的是哈嘍 哈哈哈哈 角度不一樣啊 哎 來我們看了一下 目前夾7了 一瞬間超越我們的目標 原本想說夾個6啊 或8 一瞬間瞬間7了 然後這一台呢 有幾個東西是好打的 像那個 最後面下面那個 牙刷座 那個會 超好打 然後其他的東西都是 是拼薄拖吧 就像這個 這個也是拼薄拖 然後這一個 哎這個 這個酒精噴漿有個特別的啦 怎麼長這個形狀 然後這一個 下來 啊我更好奇這個 這個叫什麼 他說 淡淡的憂傷 什麼意思啊 飛機彈 他可以幹嘛 出來 飛機彈 這到底什麼啊 打出來 你看 不理他 直接拉後面那一個 這個 這個等一下 應該震動就出了 砰砰砰 這個呢 後螃蟹 不會不會 刀爪 哦這個只要一站著 這一個 直接秒殺 啊 我沒有打算這麼粗 我是要把它立起來 捏薄 脫 哇 這一瞬間好像夾 夾久了耶 往10的目標邁進 哎呦差點10了 剩下都很難耶 對剩下的 要極致保 像這個也是要極致保 我們就 抓最後一個 我們夾10就好 然後這邊再稍微小帶一下 哇這個酒精噴槍把那個公仔完全都堵住了 哎呦一個極致保 這個就掰了 捏太多啦 我的最後一個呢 還是不要執著於那一個 因為這邊其實有很多好打的 上面這個機器人應該就不知道 但是這個喇叭 這一顆絕對好打 好打啊 對啊就是比較難挖一點 啥 要隨便打啊 嗯 自己彈出來了 這個一個捏就出 來 既然這麼順 我們有沒有機會直接拼到那個夾多少 夾12 因為我目前夾10了 剛剛從夾62 夾6就好 夾8 夾8 然後 夾10 夾10 現在要夾10了 因為我們沒辦法 因為有時候就要視情況而定 你看我們剛剛在上一場那個 這麼的不順 結果沒想到來到這一場 這麼順 所以有時候你看 這就是心態了 有時候 老天爺幫你關了一扇窗 就會幫你打開 另一道門 你看 這個是完全秒殺 然後我能不能這邊再帶一個東西出來 酒精噴槍喔 還有兩磅 對啊 我先出 乾杯菜 負得到嗎 負得到吧 如果剛好全包下去 他要往前一個撞 難講 只是這個酒精噴槍要靠這樣子浮 也是會小尷尬 因為這個真的好重 來 我們就先出吧 這個是完全秒殺 然後後面這些就 不然你全包他看到我會彈啊 全包 不要甩啊 不要甩 因為你剛剛甩一直頂啊 不會啦 他已經出來了 剛剛頂是因為他貼在旁邊 你看 這個這下不能甩 脫 而且他是浮得起來的 對不對 其實他 也不難浮 然後我相信他一個極之寶應該是抓不住 捏薄一點好了 來 過來一點 哇 這一下真的 對啊 哇這一下真的衰 剛剛我想說撥他應該是往這個角度站 來了 搬到了 蛤 能不能出他啊 誒誒也好 也好能出都好 是他二樓耶 誒這樣啊 先想辦法推巴推點推點 先想辦法把他帶下來 有了 有了 超順夾12 而且夾12是台主最好的獎 所以我們真的也沒辦法再選擇再上去了 好 那我們就去秘台主拿那個夾12送吧 最後去把東西稍微擊中一下 好我們這次夾完了 這是我們總共夾 這樣子吧 滿滿的一地 我這個出貨算是非常的不錯 今天出貨數其實還蠻豐富的 你看我們剛剛去第一場 雖然去第一場那個時候我們夾的東西不多 只有 五樣 夾了一個椅子啊 巨無霸 廚房紙巾 金鎮 還有一個 小公仔 那個時候就 好像都有點淪落了有點卡住 然後後面還補了500回去 補了600回去 結果後面來到這一場 哇整個心情有沒有 豁然開朗 原本都那個心態都卡住了 有點心態有點微崩 結果後面來到這一場 又補足了信心 完全狂掃 一種出貨感 你看出貨感 就可以讓你的心態 好一點 大家為什麼今天喜歡玩娃娃機 就是因為 你今天工作不順利 還是心態不太好 或者是怎樣 出個貨 哇 那心情就不一樣了 但是要去挑好出的出 呵呵 萬一你今天心情不好 挑一個然後 又打不出來 要吃一個飽 會爆炸 對你的心態會 會完全炸裂 然後後面呢 我們來到這一場 真的完全心態就補足了一點 非常不錯 然後又打了 三個公仔 還有一些餅乾 最主要是拿到台主這一個 夾十二送的大恐龍 機械恐龍 今天我們總共就出這樣子吧 這次抽獎要抽什麼呢 最難過的沒出來 那個如果出來的話 我就抽給大家 但是沒有 那我們就隨便吧 這個算是今天 蠻少少出的一個 然後很意外 我們原本想說吸金證 結果 他先出來了 然後他很順的就出 所以這個算今天運氣也非常不錯 好 那我們這次抽獎就抽這一隻 女角公仔 抽獎送給大家 那這一盒的抽獎幫忙的片尾 大家看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 亮亮 謝謝你們 掰掰